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由橙子妞写的锦衣之下饭外 第36集,路易的儿女 在念夏四岁的时候,今夏又为路易生下了一个儿子 在路家,对这件事情对热忱的人除了今夏的娘,就是路念夏了 家中终于有了一个比她小的人了 对这个女儿,今夏真是头疼不已 除了有灵衣和娘亲她们惯着 就连路易平日里也是护着的 而且这小姑娘惯会作戏 每每她闯祸,她还没怎么样,那眼泪就包在眼眶里 也不让落下来,睁着大大的眼睛就这么看着你 乍一看,还不知道这小姑娘受了多大的委屈呢 那她们一看到,可不都护着 今夏有一次跟母亲抱怨 抱怨女儿不听话,抱怨女儿古灵精怪 说了许多,结果被她娘亲一句话怼回来了 这才哪到哪呀 你那时候可比她皮多了 如今她还只是在这院子里 你那时候人都不知道哪里 现在不是我拎着藤条满世界找你的时候 你就忘了 今夏赫然,原来她这姑娘的跟在她这呢 别看陆毅在外面狠的狠 动不动就喊打喊杀 她手下的人哪个不被她罚过 结果到了她自己女儿那 心就软了 不过她也还算理智 不会无脑宠着 在习武、读书这块 念夏和今夏那可是一样的待遇 丝毫不放水 不过今夏读书这块陆毅还是放过了 毕竟为时已晚 但是女儿不行 读书、习武两手抓 不仅如此 念夏抓周那次 不知道她怎么就选了 林林特地放进去的医术 那可给林一高兴坏了 深觉得自己有传染了 等小姑娘稍大些 她就送过来好些医书 自己更是时不时的到陆府亲自教授 还好女儿不像她看到书就头疼 她对那些东西倒还是挺感兴趣的 不过很快林林就发现了一个残忍的事实 她这小孙女好像对读更感兴趣 倒是让盖书挺高兴的 不过一读不分家 底子打的都是一样的 今夏倒是心疼女儿 小小年纪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不过幸好女儿不是太抗拒 只是对那些规格女儿的东西十分不感兴趣 这让原本先打造一个名门贵女的林林 在一番纠结之后 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医术 你也不能要求人家十全十美不适 可能是真的随了陆毅的天赋一禀 学什么都很快 在她五六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能轻而易举地飞到树上去了 搞得陆毅常常借此嘲笑今夏 你再不努力练习 再过不久 你就是想追上你女儿都难了 今夏虽然气愤 但是也知道这确实是事实 到时候就更是管不住她了 幸好女儿虽然不省心 但是儿子却是个时打时的小暖男 常常今夏被女儿气得快要冒烟的时候 儿子就是那专门的灭火器 也是从小就被父亲教育要照顾娘亲 保护姐姐啥的 在她小小年纪的认知里 娘亲和姐姐是她要一直护着的人 就是年纪上幼的她偶尔也会有迷茫的时候 就是姐姐和娘亲干起来的时候 她该怎么办 她还因此特地去请教了自己英明神武的父亲 陆毅只是别有意味地说了一句 对于这个问题 为父也未曾找到答案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 所以她很快成了母亲的灭火器 姐姐的挡箭牌 做得倒是比她父亲好 但是你别看她暖就忽略了她的战斗力 她在学武方面的天赋 真的连陆毅都认可的 比她姐姐强得多 所以这孩子长得一夫人尚可欺的模样 没有父亲陆毅那般狠利 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心思细腻 又善于察言观色 不然怎么能在母亲和姐姐之间如鱼得水 这一点可是陆毅都望尘莫及的